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 Petron NAS Pre-MAX 95 富含 Pro-Drive 所以这样的一个数据是有 surprise 到我们啦 这个后座会是我想要做长途的一个后座 这反而和其他的 CX-5 的 那种比较稍微比较运动化的形象相比呢 反而这台车 更加像是一台 Cruiser Mazda CX-5 车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试驾的是最新的 Mazda CX-5 Turbo 它和更新版的 CX-5 在去年一起登场 那在外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CX-5 Turbo 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 包括拥有这个具备主动转向功能的 LED 头灯组 在车测部分呢 也是大同小异 它采用的是一个和 2.5na 以及 2.2d 版本一样的19寸轮圈 并搭配 225 55 R19 的 Toyo Proxer 轮胎 我们再仔细研究过后 我们找到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TADAAA 红 头 踢 那这也意味着这台车是 PSPSPS 拥有涡轮折压引擎的 它搭载了这具 2.5L 涡轮折压引擎 在 5000 转可以产生 227 HP 的最大马力 风车扭率比较厉害 420 Nm 而且在 2000 转就释放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数据啊 以德系引擎来讲可能是比较保守了一点啦 但是以一具日系引擎来讲就蛮厉害的了 毕竟我们知道日系品牌 他们都是比较注重省油还有耐用比较多 所以这样的一个数据啊 是有 surprise 到我们啦 那搭配这具引擎的同样是 熟悉的 6 速 Sky Active Drive 自拍变速箱 在这样的一个组合下 让这台车的 0 到 100 加速只需要 7.7 秒 还有一点 这个 2.5T 啊 它也是目前我国 CX-5 车系里面 唯一一个拥有 All-Wheel Drive 全群系统的车型 和其他同级对手一样 CX-5 Turbo 也是具备电动尾门的配置 但是它不支援脚踢式开启 不过它还是有这个 遥控开启的操作 那打开尾门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尾箱容量呢 是 442 公升 数据上看起来是和同级相比的话是有点逊色 可是其实我这样子目测来看 我觉得还OK啊 和我之前开的滴罐差不多 我甚至觉得好像有点大 大家也可以从镜头看到 我已经放了两个 Hand Carry 的行李 这个中型行李 然后两个我们摄影器材的这个包包 这个 CX-5 Turbo 它也是有 旁边也是有这个拉饼 你拉一拉 它的后排座椅就会倒下 在内装部分 这个 CX-5 Turbo 依旧是维持升级之前的那个配置啦 不过它的这个内装呢 就是有符合到 CX-5 当初的那个口号也就是 One Class Above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体的质感呈现是很丰富的 有软塑胶啦 然后有这个很漂亮的这个真的车缝线啦 以及这个 有点像铝制的这个丝板啊 搭配这个暗色的木纹 整体看起来就让你很有高端很 稍微有点豪华的感觉啦 那这个 CX-5 Turbo 呢 和升级版的 CX-5 呢 这回是有导入了新的配备 像是这个彩色的抬头显示器 以及这一个和 Mazda 6 和 Mazda 3 和 CX-30 一样的半数码仪表盘 这个仪表盘呢虽然是三环式的设计 可是中间其实是一个萤幕来的 我只需要透过这个多功能方向盘的这个 Info 键 选择它就能显示 包括我的行驶距离啊 然后我的 Trip 啊 Trip Meter 啊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车道维持的这个显示等等 相当的丰富啦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很喜欢这个全新的彩色显示器 它很清晰之于能够显示的资讯也蛮多的 像是时速啊 然后你在使用它内建的这个导航系统的话 它也是会透过这个彩色显示器来显示你的那个方向等等 蛮丰富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一回这个 Amzetic Connect 多媒体秩序的主机呢 这回原厂就导入了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 你只需要透过这个植物格里面的这个 USB Port 呢 然后连接你的手机 你就能透过这个主机屏幕来操作你的手机了 显示像是 Waze 啊 Google Map 啊 以及 Spotify 等等功能 然后你也可以透过 Hey Siri 或者是 Hi Google 来 操作这个主机 CX5 的植物空间其实相当的丰富啊 像是前方这个你就可以放你的手机啊 你的钥匙等等 然后中间有两个蛮大的一个背架 这个植物格呢也是蛮深的 而且它有这个 Tray 可以给你放一些小样的东西 以一台家庭车来说我觉得它完全有在升任这个角色 在安全背部部分身为顶级车型 那是个 CX5 Turbo 呢 它自然是配有这个 i-Active Sense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了 而且它是比较完整的版本 它和那个 2.2 Dez 版本一样 就多了具备主动式转向的这个头灯 车道维持辅助以及车道偏移景式的功能 但是很可惜的是我国的 CX5 全车系 依旧还是没有搭载这个 MRCC 雷达主动定速巡航 所以说 Mazda 的车款空间表现不好 我觉得 CX5 在这方面就很出色啦 前方是我的标准桌子 我的身高依旧是 168cm 那腿部空间表现方面呢 有两个拳头多的距离 头部空间呢也是有一个拳头多的距离 这方面我是觉得完全是足够的 可能相比同级它会稍微逊色啦 但我是觉得这样是完全是够用的 而且中间这个位置哦 我现在坐过来 Surprisingly 它的这个腿部空间 感觉很好 我可以把我的脚很舒服的放在这边 虽然说中间是有这个中央枢线 但没有问题 只不过这个中间的这个椅背呢 它会比较偏硬了一点 可能坐长途下来的话啦 这个腰可能会稍微比较不舒服一点 那回到这个位置 CX5 它的后座的座椅啊 是有点偏向 O 系车的那个感觉的 所以它的这个座椅是有一点点凹陷的设计 我觉得在带来一定的舒服之余啊 坐长途下来 它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性 这方面是很出色的 不过我觉得最出色的地方还不是这个 而是这个中间的中央扶手格 这边啊 它有很多的这个植物格 你可以放你的电话 可以放你的水罐 然后这个啊打开啊 里面还有两个USB的插槽 你可以为你的手机充电 甚至是你要为你的相机充电都没有问题 因为这边可以完全安放你的这些设计 整个很有Boss feel 的感觉 然后加上啊 这整个氛围啊 我看到的地方都是皮革 皮革 软塑胶 皮革 和软塑胶 加上还有这个后座空调出风口 这个后座会是我想要做长途的一个后座 现在就让我列出CX5 Turbo 的优点 前驾驶和副驾驶都被有这个电动调整功能 而且驾驶座啊 还具有记忆功能呢 内装质感很好 座椅支撑很好 驾驶知识很good 360度全景摄像 360度全景摄像 空间表现出色不输同级 那CX5 Turbo 的缺点又有什么呢 这样 Sport 的车可惜没有 Paddle Shift 主机屏幕好像有点太小了 后座椅背不能调整 不过幸好它的这个写度还够舒服 OK 我现在就在一个空旷的直落啦 为的是什么呢 做0-100的加速实测 看看这一个 Turbo 版的 CX5 到底厉不厉害 OK 我现在启动 Sport Mode 然后关掉 Traction Control 3 2 1 Go 其实它这个加速的感觉是蛮平顺的 不会有那种很猛烈的贴背感 OK 已经到一个110了 OK 所以除了0-100的加速实测以外啦 我决定也另外再做一个 40公里的 Rolling Test 就是40公里 再加速到一个120 看它的这个表现是如何 加速到一个40 开始 110 120 好 好 现在我又回到同个地方 要进行60-120的加速 OK 加速 100 110 120 OK 在试驾之前呢 我先说一说这个 CX5 Turbo 它的车重 它的车重为1756公斤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是1756公斤 那相比起我个人之前最喜欢 我觉得表现最均衡的 2.0 GLS 也是算是最轻的那一个 CX5 它的这个车重啊 差了接近200公斤那么多 可是我现在开着这台2.5 Turbo 我丝毫感觉不到这个多出来的200公斤 我反而觉得这台车开起来 很轻盈 很轻快的感觉 最主要原因应该就是 它这个2.5 Turbo 涡轮增压引擎的关系的 这具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是227hp 风值扭力则是420 Nm 420 这些数字是什么概念呢 我可以跟你讲 Supra 3.0 它的 Torque 它的这个扭力 500 Nm 只差了一个80 Nm 这个420 Nm 它就 在这个动力表现方面 在这个轻快上呢 我觉得它就贡献了很多 因为这台车子 开的时候啊 只要这个转速一超过2000转 那个动力的充沛的感觉 就源源而来 整个是很饱满的感觉 然后这一具引擎呢 虽然它是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Mazda的这个被称为Dynamic Pressure Turbo 的这个涡轮技术啊 加上我觉得厂家应该也是有在刻意调教啦 再加上它是2.5L的这个引擎 这些combine 起来呢 就让这台车 它的这个 它整个开起来啦 它的加速表现方面啊 我是觉得 和OC 的那些小排量涡轮相比 它整个是很平顺的 就是很柔顺的感觉 我应该这么形容它啦 这个加速感啊 在我一起步 踩油过后 开起来的感觉啦 就好像是我开着一台 大CC 的自然进气引擎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加速特性呢 在这辆Family SUV 身上是蛮适合的 因为感觉就很舒服 你也不会有什么动力空窗啊 还是什么之类的烦恼 这样的一个特性我觉得 除了在市区驾驶走走停停很好用以外啦 除了超车很好用以外的 你在斜坡的时候啊 你就会很appreciate 这样的一个动力表现 我觉得在这个加速过程中喔 这一台CX-5 是所有版本里面啊 最宁静的那一个 之前开过2.0NA 我也开过2.5NA 这两个版本啊 你在加速的时候啊 都是需要靠拉高转速 来给你更多的动力 但这一个Turbo 版不需要 所以它的这个转速比较低 也因此 整台车啊在加速的时候啊是比较宁静的 然后它也没有2.2NA 的那个塔塔塔塔塔塔的声音 在这方面啊 柴油引擎还是稍微比较吃亏的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一个 2.5 Turbo 版本呢 它的 NVH 方面 以加速 以开快来说的话 可能甚至你在高速悬航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这个宁静程度应该是表现最好的一台 CX-5 版本 但是在悬吊的部分呢 其实原厂还是把它调教到偏向舒适这一块 它的这个悬吊在我印象中 我觉得是 CX-5 里面最软的那一个 就是最舒服的那一个 因为以往我开过的其他版本呢 我都有一个印象就是 CX-5 是一个稍微带来一个路感比较明显的车子 但是反而在这个 CX-5 Turbo 上面 在过滤碎震方面也好 在过黄线的时候也好 让我觉得这台车看起来很舒服 并没有那一种路感比较明显的感觉 当然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它的操控方面 因为这个 2.5 Turbo 它是有导入这个 AWD 全驱系统 我在这几天这样开着这台车啦 我可以明显感受到这台车它的那个 抓地力 还有它的循迹表现呢 是很稳当的 并没有以往我开 2.5 NA 以及 2.2 D 这版本的那一种 头很重 然后推头感 并没有那种推头感 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 2.5 Turbo 它的配重是做到最均衡的 但是如果和我之前我最喜欢的那个 2.0 GLS 相比的话呢 它就稍微少了一点灵活的感觉啦 因为这台车有全驱嘛 然后 2.0 GLS 全驱 加上它的车重也比较轻 所以在这方面比较起来的话 2.0 GLS 肯定是会是比较灵活的 但是这个 2.5 Turbo 呢 它可能少了一点好玩 但是它带给你的是更稳定的一个动态以及循迹表现 而且这个 CS5 Turbo 和所有的更新版 CS5 一样都是导入了最新的这个 GVC Plus GVC 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原操作原理就是透过控制引擎的扭力 来维持这个车身的平衡 它的这个动态的平衡 以带来一个更舒服 然后也比较没有那么多侧情的一个乘坐表现 那在这一回呢 GVC Plus 呢 它则是多了一个透过刹车的这个控制 来进一步 控制这个动态上的平衡啊 那在这一台车身上 我其实是有感受到的 我在过完的时候 尽管因为这个 刚才我说的这个悬吊过软 所带来的一个侧情 但是这个侧情呢 并不会让我有不舒服的感觉 我坐在车里面呢 我也并不会有那个 因为侧情所带来的这个离行力 而被抛来抛去的这个感觉没有哦 整个车子呢 就是感觉很平稳 很稳定 很 steady 的感觉啦 所以这个 CS5 Turbo 究竟有什么好 动力方面 它绝对能够满足到性能派 操控方面 它也能够满足到像我这种对驾驶乐趣有要求的人 这方面没问题 在舒适方面呢 它也能够满足到车内的乘客 比较吃亏的方面呢 可能就是 2.5L 在入税方面 相比起同级可能它就比较吃亏了一点 以及在油耗表现方面 如果相比起其他小排量的对手们 它可能就会稍微比较高了一点啦 我觉得如果你对油耗表现很有要求的话 然后你可能对动力没有那么讲究的话 那你应该考虑的反而是 CS5 2.0 那个版本 CX5 在我国不止车型很多 引擎的选择也很多 从 2.0NA 2.5NA 2.2D 热到这个最新的 2.5 Turbo 一共有 4 具引擎可以选择 可以说是阵容强大 那在价格方面呢 它是从 13 万 7 到 17 万 8 的价位了 这个价差大概在 4 万多令吉左右 很明显就是为了要满足不同的消费者需求 那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Mazda Malaysia 他就很聪明了 因为他知道现在 SUV 就是天下 今天以一个不到 20 万的令吉 买到一台接近豪华品牌的质感 加上 420 Nm 的 Torque 是你 你会买它吗? 我是小明 小编 我们今天这个试下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又下雨了 糟糕 前所未有的动力 是五个月松开车 打开车 轮廓 最好宣传 这是第一个月松开车 转开车 感谢观看